為了要推動台灣立書文化的發展 以及加強民眾對台灣總統府檔案實施 驗台灣文憲官特別基盤 到台灣總統府檔案的研討會 邀請到國內外合者發表相關的論文 文憲官官都知道 就台灣總統府檔案文書為研究的主題 來展現到一句時代不一樣的貨物 在我們這些研究者 能夠把總部檔案裡面的這些 相關的內容事實 能夠研究出來 然後來公布給這個所謂就是說 對於日本統治檔案時期的一些 相關的這個政策作為 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 另外 中夕大事件 也是目前國際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 來自日本合者 檜木信夫表示 中夕大一直都是日本的領土之一 過去反省跟台灣有直接關係 但是已經風光出來 對出台灣文憲官官都說 在世完1939年時 在日本地理學會所出版的日本地檔案裡面 根本就看不到 中夕大命令 對這就證明 中夕大是台灣的 事實上整個這個 以釣魚台來講的話 是明治28年 就是1895年 就變成日本的領土了 那個主導的話 就是本來就是日本的領土 然後這個的原因 所造成這些原因 是在1945年 就是說日本戰敗以後的 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從1945年才開始 我們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研究的資料裡面 事實上有一篇文章 在我們台灣文憲 事實上也有登了一篇文章 這個應該是在民國60年有一篇文章 事實上有一個 那時候有一個學者 他已經有也有稍微研究 有一個研究 他說事實上從一直到1939年 他說這個事實上從大 從那個日本的地圖裡面 是沒有看到所謂尖閣群島的 是沒有看到尖閣群島 它裡面也是從 我們跟就所謂所謂歷史研格 然後然後那個什麼 整個環地理環境 然後那個 他有在那篇文章裡面 其實他也 他也講得蠻清楚的 日本合家快樂幸福進一步進出 進出中夕大命令 應該以後面方向來改觀 不是插上國際就準勝 而且領土的問題 是各國政府要處理改觀 不是人民可以散除處理的問題 記者採訪報道